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硬黄砖合成这么一个硫黄砖块 他挖掉一个看了看 给我放好之后一言不发就走了 呃好像他还是更喜欢用硅石做的砖呢 但是只有五颗星星的他很是纠结 银鸭刚从地心回来 他说他在里面死了九回 哎可怜的孩子 嘿嘿还是我这个材料既好看又容易找啊 这边是正门了 先是两个宽的窗户 这里是大门大门四周呢 用硫磺砖块为一圈 哎呀竟然掉下来了 还是先把这个平台接宽一点吧 继续盖房把门的位置留出来 接着放硫磺砖块 这边呢接着是窗户 窗户四周都是延石砖 然后是硫磺砖块 再看看门这里全部用硫磺砖块吧 现在大门两边一边一扇窗 对称是对称了 可是房子有点小啊 这边再加个阳台吧 两个窗户的宽度 照样相扩平台 两扇窗 建好之后 边上用硫磺砖块 搭根柱子 这面墙就算是做好了 接着建旁边的墙体 这边也一样 两个窗户 中间有硫磺砖块隔开 哎不对呀 怎么感觉多了两格 呃 那就窗户三格宽吧 这样刚刚好 这面墙呢 跟刚刚做完的那面一模一样 至于最后面的这栋墙呢 先用延时砖把它连接起来再说 哎呀 桃泽你这是几个意思啊 她说碰瓷 哎嘛 你好得找个有钱人碰啊 我这穷的就能想的 哎哎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就走了 你刚耽误我干活了你知道吗 你不给我点无功费就想走哦 快点 把你的好东西给我叫出来 要不然的话 哼哼哼 他立马乖乖的跑了回来 扔给我六个金铁钉 还有一把类酒二的钻头 嗯不错 算你是食物 结果一转身 这货又跑了过来 你把那钻头还我 我给你一把更好的 好吧 谁让我这么善良呢 于是他换了把精准采集的给我 下次注意点哈 你是碰瓷的 我可是碰碰瓷的 哎呀 真是没有办法呀 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哎呀 司马 星星 你们也到我家碰个瓷呗 哈哈哈哈 好了 开始干真事了 坐个楼梯上二楼 接着把整个墙都围一圈 硫磺砖块 顺便把柱子捏起来 呃 装块这么快就没了 之前硬押还给了我不少呢 但估计还是不够 我得去藏地心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关注加评论哦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